他是中国篮球最大的关系户 妈妈是体育局局长王芳 舅姥爷是前中国男篮主教练蒋兴权 现在的他能扣篮绝不上篮 而在他1米930还够不到篮筐 他就是中国男篮美式封县张振林 1999年张振林出生在沈阳 母亲王芳是前中国女篮国手 父亲张妍也曾效力于辽宁男篮 在浓厚的篮球氛围中 张振林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篮球 14岁时父母将张振林 送往美国俄勒冈州的篮球学院 开启国外学习生活和美式篮球训练 在刚到美国时 1米93的张振林却连一次扣篮都无法完成 遭到了美国球员的嘲笑 这么高的个子白长了 不愿服输的张振林下定决心要努力训练 用实力打脸那些嘲讽者 七点的篮球训练 他提前两个小时到达训练馆 练弹跳 提力量 在半年之后 张振林化身为球队的第一扣将 能扣篮的球他绝不上篮 2020年国外的疫情肆虐 张振林不得不提前结束NCAA生涯 返回国内代表辽宁南篮出战CBA比赛 在对阵未免冠军广东的比赛中 张振林狂砍46分 让国内球迷欣赏到了这位中国南篮未来封献的实力 在最近的热身赛中 张振林两场18投14中 场均砍下20.5分 成为了中国南篮目前最稳定的得分点 热身赛中 张振林的空切反跑 三分爆扣都手到擒来 24岁的张振林已经成为中国南篮的核心风险 期待接下来的比赛里 他能继续发光发热